活快要干了 还有工业的染污 有很多水不能吃了 有毒 而且不能用作灌溉用 这个事情麻烦 人口不断的上升 在增加 这个饮水的资源 一天一天的减少 这个事情将来人会渴死 会饿死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用水 决定不可以浪费用水 饮食都要珍惜 珍惜不可以浪费 这个平常我们自己养成好习惯 在这个时代里 这是供业所干 敌不过供业 不要紧 人哪有不死的 不要忌讳 这个死亡 死了这会有好地方去 这就好 死了以后不可以多三图 那就错了 所以我们要心理上准备 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 至少我们也要到天堂去 我们不可以多三我道 那不多三我道呢 坦诚吃慢一定要把它断掉 所以平常无论对什么样的人 先学着不要生气 不要发脾气 为什么呢 生气 全身的细胞都变成很难看 这个是谁想要伤害 别人未必伤害别人 首先自己是要是大害 你全身细胞变成不好的时候 那就里头充满了毒素 外面要是有细菌感染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得病 如果你身体很健康 外面这个细菌的时候 不容易感染 慈悲能解读 用慈悲性解读比什么都好 所以一定要信 要懂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江本博士水石印的 我们有一个光碟了 这两天要多放 多放给大家看看 你看看善念跟悟念 差别太大 所以我们要学着 在日常生活当中学着 什么都看得惯 不要去计较 这个好那个坏 结果最后是害了自己 没有害别人 害了自己 什么都好 样样都好 这才真正懂得自爱 自己爱护自己的身心健康 那么众多人就叫供业 香港诸位都知道 啥业太重 你看哪一条街上没有海旋馆 都是吃货的 这还得了吗